你看這個算是慘白啊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用我們的解膠劑 哇 有沒有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呢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工業知識與潮流 生活品味與時尚的頻道 操練的操練 我們之前曾經拍過一集 就是教大家瞬間教的使用方法 跟認識瞬間教的工業歷史 還有呢 讓大家知道 如果被三秒教黏到手了之後 應該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這一集我們要進階了 就是因為在瞬間教的使用上呢 其實有很多材質的差異 而瞬間教呢 其實也不僅僅於 你認識的那一種瞬間教 所以今天 除了會教大家一些瞬間教的 使用特殊小技法之外 也會教大家認識一些 特殊的瞬間教 不管你在黏鐵 黏木頭 黏PP 黏塑膠 黏鋼彈 跟為什麼你的三秒教 常常會黏完之後 白白的問題 早上起來白白會黏住 不然有一個乾掉 乾乾掉才會黏住 應該是乾掉才會白白的 所以黏住了 好好好 拉開後還蠻痛的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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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這 przed 等著想拒絡 怎麼破解 web黏住的問題 懂的人就懂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這個是瞬間教 這個也是瞬間教 這個 是瞬間教 這個 還ス i 菜式 也是瞬間教 這個 依然是瞬間教 這個 也是瞬間教 其實瞬間教有 peda 但是首先要台為大家一個觀念 瞬間教它不是填縫劑 就算它长得像牙膏一样这样子的形状 这个非常的好用 因为它是格格的瞬间胶 就是格格的瞬间胶 它可以帮助它的流速可以比较慢一点 不过没关系 大家不要紧张 我们今天会慢慢地跟大家介绍 而为什么一样都叫瞬间胶 它就要分这么多的型号跟这么多的号码呢 还有特殊的规格 特殊的配方 也就是说只要你选对型号跟你选对方法 当两个物件它是完全紧密的贴合的时候的状况下 瞬间胶它不只可以把金属黏得非常好 它也可以把木头黏得非常好 它也可以把塑胶黏得非常好 而这些东西它都是有强度的 但是你的使用方法要正确 还有东西要选对 所以说看完这集之后 你就可以成为瞬间胶的宗师了 这次我们要拍两集 看完这两集之后 你就会成为瞬间胶的宗师啦 还有以前的那集 刚好用三秒就把它嘴巴捏起来 白痴啊 日本老婆来了 通常三秒的胶你们都会来黏什么呢 黏三口 你说上次那个医生吗 对啊 上次那个医生走了之后 就跟我们拿了很多罐的三秒的胶 所以可以黏了 没有 他在玩钢蛋 那你黏钢蛋的时候通常会 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吗 会发白啊 没错 就是一般的臭宅男都会发生的问题 会白就是因为你臭宅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我们这个充满科学知识的生活频道呢 其实首先要跟大家讲解 为什么会有白化的原理 你也可以称为白雾的原理 那其实呢 全世界的所有瞬间胶 它都是会白雾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 全世界的人都是臭宅了 我没这么说 这是你说的 我们回放 会白就是因为 被臭宅 但是呢 白雾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被解决的 首先要解决问题 我们要先了解问题 你曾经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瞬间胶在罐子里面它没事 但是它只要一出来接触空气的时候 它就会干掉 因为它没接触到空气 因为它没接触到空气 你怎么说 也是啦 懂的人就懂 也就是说呢 其实白雾的重点呢 它有一部分就是 当你在使用的时候 你涂出来 很多里面的瞬间胶 它因为有一些有产生反应的 有一些它过量 它没有产生反应的 于是它就挥发到空气中 当它挥发到空气中的时候呢 它跟空气中的水分 就是产生了化学反应跟变化 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空气比重的问题 所以它就会产生白白的 霧霧的 有的时候你用手摸得掉 有的时候你用手摸不掉 所以在第一个最简单的解决问题就是 早量不要易焦 也就是说呢 你不能一次大量的使用瞬间焦 那它绝对会白霧它 有些人会使用 在前面接一个尿西阿布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如何把它控制住 能够刚好要你渗透的东西 用渗透下去就好了 就不要超过 好 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样用时间去证明呢 首先我们先拿三个板子 首先呢 我们先拿一个小小的透明塑胶盒 然后呢 我们再拿出401 也就是最一般的瞬间焦 虽然它最一般的还是还蛮贵的 这个时候 其实你如果细细的拉一小条 它的白霧状况就会比较少 这就是物理上的控制 如果呢 我们今天我们把它一次做大一点 拉一整条 就让它有点异焦的状况 好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塞到这个小盒子里面 我们让它里面跟空气产生一些 可爱的小变化 然后我们第二个实验组呢 就是把它用细细的 靠着老司机的手势 有没有很物理的动作 挤出一条 我们一样 同样的温度 同样的状态下 把它放到我们的小盒子里面 去拦截 它的白物分子 然后呢 我们等待一个晚上 那除了物理上的控制呢 化学家 科学家 他们知道人类有这样子的问题之后 于是 他们就开始推出低白物的一些几个系列 像是460啊 或者是用双剂型啊 或者是用 UV去固化瞬间焦的这几种型号 它都可以让你避免到有白化的问题 但是 使用的状态 跟使用的时间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同一时间 我们一样使用 长得一样 但是就是上面的数字不太一样 就是460 低物化 低白化的顺钱焦 那我们一样把它挤上轻轻的一条 挤完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放到小盒子里面 去拦截它的白物分子 大家记住在使用完顺钱焦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头擦干净 然后呢 热泰他们很嚣张的就是说 他们非常的有自信 你可以从头到尾 就是顺钱焦用到最后一滴 它里面都还没有干 我想这也是人家贵的原因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写上 刚刚这个是460 然后刚刚这个都是401 接下来特殊顺钱焦第三种 凝胶状的 这个像牙膏形状的 我们称为叫454 但是也是我个人非常爱用的一种顺钱焦 那我们一样来做一个对照的反应 那为什么它又是我称之为 个人最喜欢用的顺钱焦呢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啦 就是像这种喔 就是魔鬼沾 其实顺钱焦它的渗透力是有分别的 也就是顺钱焦它有分成渗透力很强 跟渗透力不强的 也就是造成你很容易粘住手 跟比较不容易粘住手的 等等 也就是说有一些材质 你如果用渗透性很强的东西 你下去之后它就马上固化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变硬 你还没粘到这个东西之前 你的东西就像海绵一样被吸到海绵里面 而这种凝胶状的呢 用在多孔性的东西的时候 你还有时间去让黏在金属上 或者是你还有一点时间去 黏在你要粘的物件上 如果像这种 420 让它一下去的时候 瞬间扩散 扩散 现在已经完全扩散到80%了 就这种感觉 你要怎么样去分辨 顺眼焦它完全干了没有呢 其实你可以从它反光的湿润状态 这个跟我们在做油漆 然后在做喷透明漆 或者是在做一些有放性啦 还是有一些化学材质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光线的变化去判断说 它到底是全干了 还是还没完全干 亮面的气会比较难分辨一点 但是你去仔细观察 那个微微的 一点点的变化 你还是能够判断出来的 好这个就是比较特殊型号的 两种瞬间焦 分别叫420 跟454 是不是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子啦 那我们明天就来看白化的状况 各位同学 早安 经过一个晚上之后 你家的钢弹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选对该有的型号的时候呢 就常常 如果你今天要黏着的东西 是非常精密的 或者是它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视美观的 非常在意人品的 那你的型号的选择就非常重要 不过各位同学不用担心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重要物件已经白化了之后 怎么办呢 你放心 有一个东西叫做 解胶剂 解胶剂呢 长这个样子 当然 各位同学如果 平常不好买的话 其实你用酒精 疯狂的喷 疯狂的搓 你也是搓得掉的 但是 你也知道嘛 我们有时间 你别再还要跪 所以 就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了 我们要先拿来拿一个勒 是01好了吧 你看这个 算是 惨白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用手这样子搓 其实 它白化是搓不太掉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试试看 用我们的 解胶剂 哇 有没有 是不是 非常的 漂亮呢 你也是啊 解胶剂 我解 有没有 瞬间 透明了啦 我们再同时试另外一遍 就是 才不会大觉我们胡烂 就是你看你用手这样刮 你是弄不下来的 这个时候 你只要用 解胶剂 哇 有没有 马上就透过去了 马上就解开它的背面 解胶剂 解胶剂 如果你在制程当中 今天的工业生产 你在家里面做钢丹或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就等着黏完之后 然后过一天 然后在这边解胶剂里面涂 这很 很丢稿嘛 所以你到不如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 就是460 它基本上不太会白化的 所以你看它就算在这样子的条件下 它的白化还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你当然还是可以用 解胶剂 去辅佐一下 透亮 但这个时候呢 聪明的网友一定会说 压科力又不会拿顺便交黏 你在教我做事啊 我当然知道啦 只是我们当然是想要用 一个透明的东西 让大家知道 其实白化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还有它解胶剂可以怎么样的使用 也就是说呢 选择比努力重要 这永远在工业里面 是我排在第一名的那句话 那压科力要用什么黏 压科力 在台湾 我们都用绿纺去黏它 但是其实 绿纺是一个 蠻堵的东西 它在美国跟中国大陆 它其实都是一个被禁止 在文学史上 在医疗上 它对人类其实是有产生一些 生殖性的毒素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生小孩 你最好是比较常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台湾很好买到喔 然后在别的地方就是被管得非常严 所以大家 逃之为之啦 那假设今天呢 如果你要黏的 就真的是一个小东西 而且 你也不想要为了黏这个小东西 然后去 特别去买一个新的低白物 或者是去买一个解胶剂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刚刚还记不记得 我们一开始讲的原理 白物呢 其实就是它跟 空气中水分子产生的反应 也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只要在一个 不要太潮湿的地方 通风良好的地方 那你都可以降低你的白物状况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的 物理控制 你的手那个掌握度 就像阿扁一样 很细微 就是尽量不要让它一焦 因为只要你焦用的太多 它没有产生反应 让它开始挥发 跟空气中产生反应的时候 就越来越严重 那这一集呢 也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 我常常在 工作上会使用到的小配布 这个东西大家学会 应该终身受用 也就是说 如何修复你的木头 当然我们常常在木头上面会看到 有一些裂痕 或者是有些坑洞 或者是因为热胀冷缩产生一些木板的变化 就是把它拉开裂开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做损 那有的时候如果这个裂缝小小的 就是无伤打压的时候 你其实就可以用三秒掉去解决 首先第1个重点 就是当你的研磨或者你的砂质 尽量不要用透孔 不要用吸尘器 在做之前呢 你可以使用顺眼胶 黏在你要填的孔洞里面 填完了之后呢 就是用研磨机 用砂质用手动去把它磨 磨磨磨磨磨磨完之后呢 再填 再磨 再填 再磨再填 这个时候你就不知不觉 可以把你的木板补起来 就是这种简单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看到 有一些像什么聚宝盘 或者是看到你的桌板 就突然 这个颜色吗 怎么不太一样 通常我们不外传 好 白话的问题讲完了之后呢 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讲 如果你遇到一些很奇怪的材质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橡胶 橡胶是一个用顺眼胶非常难粘的东西 但是我粘得起来 为什么呢 你用心粘 你用心粘 你以后把你东西做不出来 我会说你用心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拿出 大家在上一集 我们跟大家讲的 最一般型的 401 也就是综合使用型的 来我们大地把它压起来 黏住它 压紧 记得在粘三秒钟的时候 紧 是重要的 这个时候我们先 不要紧 放着 那之后呢 我们一样 再拿出这两条 首先 我们要拿出这罐叫 770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催化剂 催化剂是能干什么呢 就是当你粘不住的材质 一些很特殊的 奇怪的材质 首先你可以在它表面 先涂一下 再拿出 一样的401 一样的时间 一样的温度 我们 一样带在这边 压上去 压紧它 好 然后我们放着硬杆它 其实催化剂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当你遇到很不好黏的东西 像聚饼器 聚乙锡 PTFE 你想像不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材质 你都可以用催化剂去跟它进行 你知道世界上最难黏的是什么 破掉了水管 你知道这一罐比水管还贵吗 不好意思 我就怕这个 其实在顺前交的世界里面 最难黏的东西就是 TFLON TFLON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沾锅 不沾锅之所以不沾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它没有孔洞 没有厨艺好 就是因为不沾锅其实有很多原因 就是因为它没办法让一些奇奇怪怪的物质 渗透到你的锅子里面 所以不沾锅它就会在表面涂一层TFLON 所以然后为什么不沾锅不能用钢刷去刷 所以它就会破坏它的沾性 也有可能把铁蜂吃到你身体里面 这很重要 在这个几秒钟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黏好了 这个是我们的401 没有经过催化剂的 我们来试着把它剥开来 首先我们这样拉 它还是有强度的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蛮大的差异 就是说 如果你用剥的 剥开了 剥的效益 但是这个呢 嘿 有没有 它的强度又更紧实了 更坚挺了一点 你看 你看 没有真的啊 你不乱看真的啊 我指甲都快扣断了 你可以直接这样扒开 我给你2000块 哇干为了钱没力 2000块啊 扒掉对不对 来 请特写看一下 它把这一层的橡胶直接剥断 它粘的那一面 它还是没有起来 你是把它本体的橡胶整个 拉断掉 你为了2000块伤害一个橡胶 你这样子有隔掉吗 你以为老板要拿钱出来 是这么容易的事吗 不容易 好 以上经过这些介绍 你是不是对于专业的瞬间教 又有更多的认识更靠近专业瞬间教的忠师一大步呢 你刚才不是还有其他罐吗 你是说这两剂型的吗 没错没错 还有 你说的是这种黑色的吗 没有 你说的是这种UV固化的吗 没有 你说的是这种看高温的402 没错 这东西我们下集再拍 我们如果加入会员的每个人都获得那种 台湾买不到的瞬间教 你觉得我们的会员会更多一点吗 那我们应该会先 到店吧 在 那你如果觉得 参加我们最高级会员 然后我们每年都把一些 台湾买不到的东西借他 那我们好像也是会过产 但是我好想要送会员礼物 还是我们 送他 你喜欢下的橡胶 看现在大家疯狂的想要把会员退掉 还是我们去买一些 台湾买不到的 特殊训练教 然后我们来送个会员 看我们这集结束会员会不会多一点 那不会的话我们再 买更多 买到会为止 买到会为止 好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支持我们频道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 让我们有更多的经费 能够拍出更棒的工业影片 还有你可以支持我们的周边商品 我们的周边商品呢 在我们的虾皮官方账号 都会不定期的贩售 那感谢大家 看我们 Creator 贯 Out 贯 贯